Hello大家好我是小秀,欢迎来收看这场叶峰对辉辉的兄弟之争的一个战斗 这场战斗呢打得非常的有意思啊,挺有看点的 我们欣赏下去啊 哎,叶峰的打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 一直在发波发波啊,感觉像帝波辉一样啊,在学他哥哥发波啊,呵呵,有点意思啊 这个辉辉呢也是不过去啊,一直在发注尺 啊,刚好是打晕,带A,生龙,带一下拿下 叶峰的面吧,对这个 灰灰的推土机啊 有一场这个有点小无聊的这个 局面结束 双方用这个注尺来卡,卡距离卡节奏 灰灰推土机,推过来了 继续推 无奈啊,只能反击一波 来,刚好不忙 但是没有抓住机会 好,注射 再,顶文一针,再来一个重手,拿下,打这么一个 穿三的局面 看看叶峰的超级马力,吃了蘑菇没有啊 继续占逼 顶得你难受啊 Lady go 好,钢7D 漂亮,刚好乱动啊,人家 都是复合指令的啊 打出啊 打出这波能否 顶得住马力的攻势 可以啊,还会下落地 带指令抓 带指令的 帮我三六被防了 完了,这把叶峰残血了 要,要没了吗 抱歉 下跌 喂,跳起来了 可以啊 又掏下盘 圣龙甲 跳A 哇 日风马力还会粘人啊 粘得死死的啊 打最后一个八神啊 看能否成功恍三 刚好现在八神手底是没气的啊 没气的话 有时候还真的并不好打 好,先杀 这一套下来刚好是一个超杀状态 中了哈 应该反三了哈 圣龙甲有没有加到 好的,大家喜欢点点关注,关注修修 不许走丢